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宇凤行央视热播,赵丽颖古装绝美在线,女配团角色争艳 宇凤行,备受瞩目的仙侠新篇章 今朝宇凤行,来日步不停 这是央视2024给宇凤行的推荐词,也意味着距离电视播出更近了一步 这部剧改编于《九路飞香》的同名小说,主要讲述了贤猪儿生的必参往沈黎与神军行指的爱情故事 同时,宇凤行也是继处桥传之后,林更新和赵丽颖再度联手主演的一部古装仙侠剧 六年前,处桥传的热播让林更新和赵丽颖成为了无数观众心中的最佳荧幕情侣 时隔多年,二人再度合作,无疑为这部剧注入了强大的话题性 宇凤行的故事背景设定于一片神秘而广袤的仙侠世界中 在这个世界里,神与魔共存,力量与爱情交织 贤猪儿生的必参往沈黎与神军行指之间的爱情故事是一场跨越种族和信仰的深情之恋 也是一场充满挑战和考验的命运之战 上古神允,世间之余最后一个神军,行指 传言,这位行指神军数万年来独居天外天,无情无欲 仙魔大战中,他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 此后更是渡门阙扫,神踪难觅 数百年不过谈指间 身为魔界行诸而生的女王爷 在他干脆诞辰之际,正治联姻的魔爪劈头盖脸的挠过来 逃婚路上,沈黎被打回凤凰原形,负伤坠落人间 一次偶然的相遇,让沈黎与行指接下了不解之缘 而命运的齿轮也开始转动,将他们紧紧的捆绑在一起 除了主线剧情吸引眼球外,与凤行中的女配角色也是一大看点 李佳琪、曾黎、宣璐、董洁等实力派女演员的加盟 使得整部剧集的演员阵容堪称豪华 她们不仅拥有着出色的演技,更是各剧特色,美艳绝伦 这些女配角色在剧中的表现也是充满了悬念和惊喜 她们与主角之间的纠葛和互动让剧情更加丰富和有层次感 其中,李佳琪饰演的幽兰是一个高贵而美丽的女子 她对行指情有独钟,却注定是个不被爱的角色 她的出现让沈黎和行指的感情变得更加波折和复杂 而她本身就是一个自带幽默感的人 她的加入无疑给剧情增添一份新的色彩 其次是曾黎大美女,她饰演的沈穆月是一个实力派女角色 在剧中她是沈黎的师傅,对沈黎有着深厚的影响 中戏毕业的她本身就是一位很优秀的演员 所以曾黎在剧中的表现也是备受关注和期待 第三位出场的美女便是舞蹈出身的轩露 她所饰演的刘宇是一个美丽而深情的女子 她与凤莱之间的感情线也是剧中的一大看点 轩露体态优越,是那种一眼就会被惊艳到的长相 最后一位便是董洁 她所饰演的云娘虽然戏份不多 但是她的出现也让剧情更加值得期待 除了以上几位美女演员外 与凤行的女配阵容中 还有模特出身的王一瑶、黄毅、胡丹丹等人的出色表现 她们不仅颜值高,更是演技在线 她们在剧中的表现也是备受关注的一大亮点 与凤行作为一部备受瞩目的仙霞剧集 不仅因为其豪华的演员阵容和精彩的剧情设定 更因为其背后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价值观念 她展现了人性的复杂和多样性 也呈现了爱情和力量的伟大和崇高 她是一部充满悬念和惊喜的作品 也是一部能够引起人们深思和共鸣的作品 目前,与凤行已经完成了两年的拍摄工作 并将在2023年底在央视播出 据透露,该剧目前的预约量已经突破了400万人次 人气之高可见一般 感谢各位观众的热情支持 与凤行在央视的热播让我们深感欣慰 赵丽颖再度以出色的演技和令人叹为观止的古装扮香 为观众呈现了一场精彩绝伦的表演 在剧中,她的角色不仅是一位坚强勇敢的女性 更是一位古代女将的形象栩栩如生 展现了出色的演技和深厚的演艺功底 此外,女配团的出色表现也为整部剧增色不少 她们与赵丽颖的搭档更是完美呼应 共同打造了一个富有古典韵味的影视作品 观众在观看的过程中 不仅感受到了紧凑的情节 更被古装细节和演员们的精湛演技所折服 与凤行的成功手玻璃不开 大家的热心关注和支持 正是有了你们的陪伴 这部影片才能够在荧幕上绽放光芒 我们将继续努力 为大家呈现更多优质的作品 不断突破自我 为观众奉献更多精彩的影视剧集 咖啡馆谢后 与王一博供应一杯 那位幸运之人是谁 今天被一条短信惊到了 和王一博一起喝库迪咖啡 王一博是谁 库迪咖啡是什么 什么时候和他一起喝 满脑子的问号 你喜欢喝品质咖啡吗 我只记得今年瑞幸咖啡的营销很成功 让我情不自禁的买了一杯 作为自己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用年轻明星代言咖啡真的会成功吗 别急着回答我 听我给你慢慢分析 第一 咖啡取代奶茶 成了年轻人的心宠 咖啡和奶茶就像人生的两个不同的阶段 奶茶代表年轻的甜美和纯真 而咖啡则代表成熟和历练 当一个人的饮品从奶茶换成了咖啡 也就意味着他或他已经从稚嫩退变为成熟 是一种成长 也是一种挑战 第二 选对代言人真的很重要 咖啡营销成功 选对代言人尤其重要 例如 瑞幸选择了易烊千玺 古爱玲和刘更宏 青春 活力永远是年轻人的代名词 咖啡的主要消费群体就是年轻人中有品质追求的精英人群 咖啡代言人的气质和形象应该要与咖啡的品质所契合 这样才会让年轻人在情感上产生共鸣 第三 为什么库迪选择王一博 库迪咖啡选择王一博 年轻帅气的形象自然是首选原因 四千多万的粉丝更是影响巨大 大家应该不难发现 喝咖啡的都是什么人群 精英女性人群 喜爱帅哥才是当下最大的主流 中国年轻女性的消费潜力 永远是资本家眼中的聚宝盆 你说对不对 在咖啡的香气中 与王一博共度的那杯咖啡 仿佛成为了一段美好的缘分 拉近了他与幸运之人之间的距离 这杯咖啡不仅是一种饮品 更是串联心灵的情感纽带 成为了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记忆 在这杯咖啡中 王一博展现了他温暖的一面 与幸运之人分享着生活中的点滴 或许是一段轻松愉快的聊天 亦或是一次深沉而意味深长的心灵对话 咖啡的苦涩与香醇 仿佛成为了这段交流的背景音乐 让整个场景充满温馨而宁静的氛围 这一刻 王一博的魅力不再是舞台上的灿烂 而是在平凡的生活中绽放 他用一份细腻的关怀和独特的品味 将咖啡时光点缀得更加美好 这不仅是一次偶然的相遇 更是一次气和心灵的交流 让人感受到生活中那份珍贵的温情 咖啡的香气弥漫开来 成为这段时光里最动人的音符 与王一博共饮一杯咖啡 不仅是对味蕾的享受 更是对心灵的抚慰 这杯咖啡成为了见证彼此真挚情感的见证者 让这份缘分更加深刻而难以磨灭 在咖啡馆的暖光下 王一博与那位幸运之人的对话 或许涉及生活琐事 或许探讨人生哲理 然而,无论话题如何 都映照着一份共鸣和默契 这不仅仅是咖啡的邂逅 更是心灵的契合 让两颗心在这段时光中交融 创造了一段美好的记忆 最终,这场咖啡馆的邂逅 不仅是王一博与幸运之人之间的美好交流 也是对观众的一个邀请 邀请大家一同感受生活中的小确幸 珍惜那些平凡而温馨的瞬间 王一博在这咖啡时光中展现的细腻关怀 或许也会启发更多人在生活中找寻美好 关注身边的温情 成为彼此生活的点亮者 在这段咖啡时光的尾声 让我们怀揣着这份美好的感受 一同期待着未来更多的精彩邂逅 与王一博一同品味咖啡 共饮美好 愿每个人的生活都充满甜蜜和温馨 愿这杯咖啡 成为我们心头最美的那份记忆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